各位寶可夢訓練家注意了 原本常出現在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寶可夢甜甜蠅 現在在台灣燈會現場就可以抓得到 除此之外還有碎碎固定、蟲等15隻寶可夢 都比平常更容易出現 遇到異色寶可夢的機率也大幅增加 這是的甜甜蠅 因為那個比較稀有 它平常只出現在國外 然後這次聽說就是燈會期間有限定 所以就馬上過來抓 其實還滿好抓的 剛剛也有抓到 像我現在就遇到了燭光嶺 然後剛剛也有遇到甜甜蠅 我們會再過去別的 像12行政燈區也有的樣子 好抓嗎 甜甜蠅好抓嗎 不好抓 可是它很厲害 它會越時更難抓 因為它的CP值太高了 越時難怪我會玩那麼多次 然後逃出我的手掌心了 你要四次才成功抓到它 然後甜甜蠅的部分它剛剛抓到 幾率也還算至少十分鐘它就抓到了 之前每一次台灣的活動我差不多都有過來 可是這一次是台北市來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的當會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所以我們非常開心謝謝台北市這個邀請 然後也謝謝台灣所有的玩家一直對我們這麼的熱情 每一次我們的活動都有很多的訓練家過來抓他們心裡最喜歡的寶可夢 希望各位訓練家今天也抓到很多他們想要的一隻寶可夢 活動也增設許多寶可夢補給站 提供民眾看燈會之餘玩得盡興 即日起限定三天免費參與 就是逛燈區的時候我發現 在補給站的部分有增多 那我個人還蠻喜歡國際補給燈區的部分 然後我知道那邊好像有新增 那剛剛在這邊逛的時候有看到 後面這個燈也是有補給站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 你可以上燈的時候也可以補給一些道具之類的 那活動時間呢就是在2月10號到2月12號 也就是從今天開始禮拜五到禮拜天五這三天限定 在每天的10點早上10點到6點的期間 那這個地點會散布在我們整個燈會的四大展區的範圍 就是國務紀念館、台北市政府動區商圈 還有宋山文創園區、新一商圈、四次南村這些點 那這個活動主要 我們這次活動的重點就是這15隻寶可夢 那這15隻寶可夢平常就是比較少在台灣出現 那我們這次在配合我們燈會的活動 我們在遊戲裡面玩家可以遇到這15隻寶可夢的機率會增加 那另外就是除了碎碎夫之外 我們還會很有機率會遇到他們的異色形態 再來就是特別值得一提就是我們這次還有西有寶可夢 那這個西有寶可夢是甜甜 它原本是在北美洲、南美洲、還有非洲才會出現 然後之前只有在2020的台灣燈會現場出現過 那我們這次2023台灣燈會又再次回歸 那在未知圖的部分 那因為是復應今年的燈會主題 光源台北Light of the Future 所以我們未知圖可能有LUF的部分 也是玩家都可以很有機率在我們燈會場域裡面遇到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次活動三天期間也有增設一些寶可不及站 那它也是分別分布在四大展區 共有13處像是我們廣展區的一些燈市 然後園展區的不給樂附燈或是國館的 捷運國館站的5號出口 還有未來展區的這些燈市 那另外還有就是中央展區國際友誼燈區的 松山市和紅前市的話 那前面我們這些都有設寶可不及站 那同時我們12個行政燈區的這些燈市 也都分別有設置一處的 為了這三天期間限定的寶可不及站 更特別的是全台灣大概第一次 它有異色 異色就是不同顏色的寶可夢 不是只有一個顏色那是異色 第二個事情是充電站很多 包括擴及到我們的光源未來 還有中央展區還有12個行政區 就是補充能量你可以繼續抓寶 那也因為這樣我們預期這三天 會有非常多的玩家來尋寶 那我要特別呼籲大家 現在燈會其實人潮已經非常多了 在抓寶的時候請務必注意安全 不管是在人行道在車道在燈區 因為這燈區可能會有一些壓線潮 安全第一 呼應今年燈會主題光源台北 活動也特別選出三種為之圖騰 邀請玩家到場收集 預期會有許多玩家參與 平日可多一成人潮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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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 評論